明人为了找个会计居然想收复角都 此时明人找到了刚刚击杀了蒂露的角都和飞段 他看着飞段脚下的仪式圈 前世阿司马用生命换来的情报 便是千万不能让飞段得到自己的血 以明人现在的实力想无伤击杀他们并不是难事 但他此次的目的是收复他们为帮手 所以他决定攻心为上 明人退去了精神模式只留下仙人模式 突然飞段手持镰刀发起了进攻 明人一个侧身躲过 紧接着一拳挥击而上 借着挖足手那看不见的攻击 飞段被莫名地击飞了出去 前世明人曾从录完那里得知飞段是个急躁冲动的人 如今见到真人果然没错 为了打击飞段的心态 他闭上眼睛让飞段尽管攻击过来 凭借着仙人模式的感知能力 飞段无论怎样挥砍都无法削倒明人的一根毫毛 他越打越着急 角都看到明人伸手不凡决定也加入战场 他的黑线线条向着明人蔓延而去 明人凝聚出大玉螺旋丸挡下了角都的攻击 但突然从地上钻出的黑线将它紧紧缠绕 飞段立即兴奋地跳劈而下 本以为终于取到了血液 明人的身体却突然化成白色烟雾 角都见状不经神色肃穆 刚刚和飞段体数对战的居然只是个影分身吗 这时明人的真身突然出现在了飞段的身后 还没等飞段反应过来 他的脑袋已经和身体分了家 飞段急忙让角都帮他链接身体 但角都根本没有机会靠近飞段的脑袋 看到明人和他曾经在800米外交手的柱间极其相似 角都认真地开启了地院云模式 他对着明人施展了火盾头刻苦配合上风盾 在风的柱威下大地煞时间变成了火海 普通人看到这招可能会感到惊讶 但这种规模的火盾明人在未来的战斗中早已见惯不惯 他分出了两个影分身 之后三人配合发动了自来也的拿手招数五右卫门 由海烈焰将角都的火盾强制压了回去 角都立即向前释放了一道强力水炮 但仍旧抵挡不住明人的火盾 他只好将最后的雷面具也用上 这才堪堪挡下了明人的攻击 一番交手下来让角都有点怀疑人生 明人的一招火盾居然迫使他动用了四个面具 他问明人到底是谁有何目的 明人笑着介绍自己叫漩涡明人 是未来的七代木火影 他表示自己有更大的舞台让角都发挥他的敛财能力 一听到关于金钱的话题 角都一下子就来了兴趣 明人要让他做的便是在未来同管整个忍者大联军的财物 关于酬劳 他愿意支付角都在小组织的双倍工资 角都听到双倍工资先是浑身一颤 随后大笑了起来 大白天的可不是做梦的时候 他发动土盾土毛硬化了自身 之后强力的一拳轰击向了明人 明人站在原地不躲不闪 徒手便接下了角都那几乎全力的一击 同时又用左手抓紧了角都袭来的手臂 右手则是凝聚着一发大玉螺旋丸 螺旋丸结结实实地砸在了角都的身上 明人控制着力道只击溃了对方身上的四个面具 被击败的角都内心难以平静 他知道明人压根就没有用出全力 就轻松打败了他和飞断 他质问明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明人笑着表示想知道的话就去玉影村找小男吧 角都文言甚是震惊 因为明人居然知道小组织首领的所在地和小男的名字 看着眼前这个才十几岁的少年 角都即使活了九十多岁了也仍是看不透 不过迫于双倍工资的吸引 角都最后心满意足地拉上飞断动身去找小男一问究竟 就这样在明人的努力下 这一次已有四名小的成员被他策反 佐助那边同样没有闲着 他准备和又一同去拜访鬼交